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三节的情况 这一节,三文兄,我们试试试试海军这边的Drones 是,Larry兄好,大家好,我们上两节都说了陆军飞来飞去的Drones 最近三月,美国海军出了一份大大份的无人平台框架 是他对于未来海军的无人化作战的一个设想 我们就看看这篇很沉悶的Report9有暗门 好,Larry兄说起Report9有暗门 看别人的Report是怎么写的,写得鬼死这么漂亮 PPT就弄得很详俊,然后什么都没说过 我和三文兄发觉世纪骗局,通常第一个做骗子 就要考验零识,什么意思呢? 整篇有很多字,你看完,你说什么? 你看完不知道他到底想怎样 但有很多美图,很多Data,很多图表 我们就知道你照拿来用 首先讲起Report,当然讲一下这个Report是哪几个仇头写的 因为这份是拜登政府新上台才发布的 首先第一位仇头就是新的Navy Secretary Thomas Harker 但是这个是Acting的,应该还没过的 是的,还没过的 第二位就是海军作业部长 这位是海军上将的General Gilday 这个很出名,这个Gilday整天都说话 就是说船又不够用 是亚军肺专家来的 大家要记住,所有的将级的名称 你看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越短越高级 比拉Admiral就是最高级的 再上还有Fleet Admiral 但是那个是战士才会有的 大家平时看到那些什么Rear Admiral Lieutenant Admiral那些 那些都是第一级的 还有一位兽头 哇,这位兽头很厉害 这位就是Marine的指挥官 就是这位General Berger 这个我们经常说 这个人是他 你经常说的 他开始怕死的 我觉得他开始怕死 他不想再冲在前面 但是我觉得是对的 你冲前死先,冲来干什么 他最重要是成立了 这个殡海战斗 成立了三个团 接下来会是夏威夷、关道 甚至乎最前会把他冲城 但是他现在割东西割到 连鱼鹰机也割到 连这个AH-1Z的战斗直升机 都割到 攻击直升机都割到 他F-18又割到 他是不是连F-30都想割到 是啊,那大家就 你想一下你一个Marine 你登陆作战 你空中的攻击力量 反而越来越小心 甚至连这个攻击直升机 你都不用的话 就是他完全没有打算和你短兵相接 连运兵的载具都不要 他会加上C-130 加上中途中程的运输的能力 C-130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用呢? 因为他想要加入Hemas 所以他不是运兵的 他是用来栽培那些反栏 防空那些东西 栽培到过来 放下就射 还不是怕死? 哈哈哈哈 探心怕死知道 这三个 这三个 我们又不能说他们是老而不 但是这三个 都是很困困困困困困 Gildade整天在拗战 Berger就怕死 这些才是人精 他们完全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好 我们继续看这份授头写的报告 好 这份报告 总之我们跟着有很多漂亮图 大家以后做PVT 学一下别人怎么做漂亮图 可以了 拗军费应该这么拗 首先 说一下他们的愿景 他们想以后的海军作战是怎样呢? 第一就是分散式的海洋式作战 就不会再好似以前 整堆航母战斗群走到哪里 都被人看到了 他们已经很聰明了 他们是化整为零 但是到要集结的时候就快速集结 是的 没错 快速集结的话 如果你想分散式作战 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后勤 就很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 无人的机 无人的舰船 就大派用场了 他们有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不知多少年之后 希望有一半的艦队是无人化的 其实大部分的无人化的 在哪里呢? 就是他所谓的后勤方面 因为你后勤这家 其实现代打仗也是打后勤的 最浪费时间 平时的作业大部分都是后勤的 所以他们希望将这部分 大部分无人化 当然还有很多侦察的任务 都是无人化的 我觉得其实美国本身都要 但其实盟国更加需要 例如日本 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 其实经常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一小子化 越来越难冒兵 所以兵源是缺少的 他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做船船 他们的自动化程度是很高的 很多国家都很羡慕的 其实他们就觉得我们是很无奈 因为没有人进来做水手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局道要很自动化 越少人越好 还有他们最尴尬 就是他们现在的新的驱族艦 新的护卫艦 一定要招募到救人 有时他们经常有难 经常怕不救人 所以他们一缩到 自动作业得很重要 就因为不救人是一个负重 我想如果这些无人艇 自动化 我很适合日本 很适合那些小子化的国家 例如意大利的老鬼国家 西班牙的老鬼国家 我觉得这些很受欢迎 其实无人艇艇特别在海军是很重要的 因为海军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有什么情况下适合无人化呢 我总结了三件事 很简单 第一 就是不想去 总之大风大浪 我不想出去日晒雨淋 你没机会搞定 第二 就是不敢去 就是比如说你战机 拿到这个电池 对抗非常激烈的空位 可能被人打下来 就不敢去 第三就是去不了 去不了就是比如说深海那些地方 你的人的载具 的确是很难去到的 就算是潜艇 你也有非常多的限制 这个时候用无人载具就适合了 总之人不想做的事 就给了无人的舰艇 无人机去做 人就做什么呢 就是在他本身的控制中 按一下 你去做这件事 搞定他 我睡一觉 睡醒 就像大家下载的东西 我睡一觉睡醒 我睡醒 你这群无人兽头 你自己去搞 所以这份 report 基本上都是在说这件事 所以无人的载具 的potential 很大 就是做一些dirty work 或者是做一些 大家都觉得冒险 不想做的事 这个都非常有用 接下来就和大家简略介绍一下 海军现时有的 和他想有的无人化平台 究竟有多少 其实和陆军一样 是吓死人的 我想平时大家绝对没有看到这么多 我看的时候我都吓死一条 我给附图大家看看 你看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东西 整堆我完全都没见过 真的想怎样 空军那些我们算是见得多些 海军分三部 空中、水面和水底 它有一些是陆地的 那些是marine用的 暂时不要管 在天空飞的 大家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MQ-4C Triton 由全球应发展以来 它是装备sensor 专门为海面巡邏 和偵察 专门用的 MQ-25A 大家都知道 这个无人化的 未来南载加油机 还有很多 例如MQ-8C MQ-9 Reaper 其实它还有很多 其他小型的偵察机 例如RQ-21 我们之后都会说的 Stalker 还有他们希望以后做的 叫做 无人logistic system 大家看到最右边 这四个船翼 像不像 Amazon 例如百度京东 都在试试的 无人化送货 很大疆 很大疆 因为它 艦船与艦船之间 的logistic 是很烦的 而且很多时候 有一件事很重要 他们一定要做的是 官兵的那些 家人 寄给他们的东西 那是第一 優先priority 因为对你的士气 影响很大 是 所以这些是非常繁重的作业 是很烦的 是没有人想去做 而且它又浪费你时间 浪费你机体寿命 这些时候怎么办呢 无人化就最对了 是 也是 另外水面 大家都看到 有很多水面的 无人化的船船 最有名的就是 Sea Hunter 大家看到 Sea Hunter 这一架 Sea Hunter 第一架 已经下水了很久 第二架 已经下水了 是 另外也看到有些 是专业 水雷 专业 应付水雷 Motermine 下面那些 就是我们的水雷 这里多口说一句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Overlaw Prototype 这件 Overlaw是什么 我给大家 再看清楚一点 其实它是一个 他们用 现时已经有的商船 大家看这架 都好像渡船 货船 很简单的 就是用商船改装 无人化 让它自己 由A点走到B点 送货 就是这么简单 你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做 这件事 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做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现时的 这个集成电路系统 的进步 就进步的 幅度非常之大 以及 卫星通讯这方面 比之前好很多 所以 整个海军作战系统 就有余力去做 将这些 变成无人化系统 之前都做到的 但是我想 系统上 就比较贵 以及它不稳定 而且我想 他现在开始 都要讨计 前线的那些 男艇可以无人化 之后 后勤都要做 尤其是法国 省很多成本 其实我觉得 最应该做的是 的确是后勤要先 因为后勤是最烦 所以最无人想做 而且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但是 没有Value Add 对于官兵来说 常常做这些 做什么 很烦的 他是应该要打仗 应该要分析情报 应该要准备作战 你后面那些奴奴 可以做的事 就叫一些机械奴奴去做 是的 还有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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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线的 作战 那些系统 那些人又没有那么疲 没有overload 现在是很overload 我觉得那些人 是很overload 而且他们很多时候 都是无聊的 水底 就是 刚才Larry兄说的 这些东西 我想最有名的 就是这些 Orca Orca 它叫做 超大型 无人再举 超大型 是的 写着XL 这个超大型 又令大家想 哇 有多大 因为Orca 是不是真的好像 一架杀人瓶那么大 这个可能大家是一个错觉 其实差不多 大概一个杀人瓶的尺寸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 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 比较小 比如说 Nifefish Razorback 我想大家可能真的 没听过 其实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功用 就是第一 做你潜艇的sensor 因为你潜艇 大家都知道 潜艇是静默作战的 你没有理由 经常开着Sona 在那里到处拼 就被人知道你在哪里 所以他这些都是 发射这些无人再举出去 就利用他的sensor 作主动搜索 再传送这个资料 回到你的潜艇 或者是船上 甚至有时候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比较Nifefish 就是反水雷作战 就是去搜索水雷 甚至引爆敌方的水雷 这个用无人舰艇做得非常好 你不用用船用做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不敢去 在水底有水雷 你去搞那些东西 人都害怕 是的 还有去水雷 事实对南队来说 是很大的工作 去一些开放的水域 首先都要安全 那变成了 如果自然潜艇 他做 那现在可以用到这些 载具做 一来没那么危险 二来速度会快很多 那大家再看看这幅图 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无人舰艇在那里 哇 海陆空 水底 哇 真的齐了 真的玩得很高 哈哈 那说回Orca 大家都知道 Orca其实是波音 小幼被选中的产品 这家还未破产的公司 真的 波音这家公司 他原先做的是Echo Voyager 后来就 就是中标 海军就改名叫Orca 它有多大呢 大家都看到 右手边有一位技工 即工程人员站在那里 其实他和一条 杀人瓶差不多 尺寸的 嗯 那他本身的 优点 当然就是这个 长航程和长时间的 这个水底的巡液 监测 即是搜索 他自己本身 之后 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系统 不断 就是会放上去 他们叫做Mission Module 比如说 搜索滴搜索 或者是 反水雷 甚至是有其他功用 就是很Modular的设计 就是说起这个Modular设计 大家可能觉得 这件事在商业社会 说了十多年 就是你砌机都知道 什么是Modular 对不对 你买一部 比如买一部Apple机 你里面也可以改一些东西 对你的整个任务 你要做的作业也有很大的弹性 但是为什么在这几年才开始说起呢 我们之后会讲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 跟军部这班大佬的脑 他们的脑是很有问题的 我经常觉得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跟管理的关系 对 没错 那我们再看回这份report 哇 那些图真的漂亮 大家看看这个就是他们的所谓的无人 无人化平台 大家看到下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 我刚才很粗略介绍了一下 海陆空什么都齐了 再上去就是他们现在所谓的 叫做核心科技 比如说你的导航系统 比如说你的搜索系统 通讯指挥Mission的AI系统 这些东西呢 他们以前的发展是怎么发展呢 就很奇怪 他们以前的发展 也是现时的发展 就是所谓的以平台化作为主导 比如说我一个空中加油的平台 MQ25A 他就 好我们要加油 我们就整个通讯一套系统 这个data的输送 它的控制 它的人员的training 它的后勤 这套系统就专门为MQ25A设计 到了海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又有这个 运输舰艇 无人运输舰 好我们又做了一套 另一套新的平台出来 控制 人员培训 后勤 又是完全为这个 水面上的无人艰艇 特别设计 大家一看就看出这个问题在哪里了 就是 你有很多东西都很厉害 但是每一件事你做出来 你要有一套全新的系统 让它研发成熟 能够使用 能够再去改进 这件事是傻的 他练不了线的 他都叫Data Link可以连到线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比如说我现在想做A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用A这整套系统 只有受过A训练的这班人 才可以用A这套系统 对于你整个调道 就完全没有任何弹性 但是 Sermon Link 例如不同军工去做 例如雷神 你见Loki Martin 自己养着很多人去写曲 我想是因为 他最初的开放竞争 没有做一个统一的规模 究竟应该是怎样去写 或者是统一个jargon去写 这个你觉得 关不关海军management 当然是关他海军management 因为他本身 他们的想法就是 比如说A这件事 比如说无人机 蓝载机加油 他们就想到 我给你一个SPEC 接着你去做 接着你的问题 你给了SPEC 每一间公司 就为了自己的产品做优化 所以他给你的是整个Solution 听起来就很好听 整个Solution 但问题就是 我刚才说的 这一套Solution 只适用于这个系统 你其他平台 除非你又买这一间公司的东西 他可能就会再用这一套 暗瓦底的Solution 对不对 比如说你的通讯 系统是怎么用的 你人员的培训是怎么用的 但你都知道 美国军方买东西 他从来都不会一家 太过独大 就算是F-35B 你都要等其他不同的 厂商进来 做这个分工才能做到 所以问题是他 又不会一家独大 所以每一次 说的好听 叫百花齐放 说的不好听 就是每一朵花 都只有那朵花漂亮 所有东西 集不在一起 不可以整套来提 所以他们这群兽头 现在就有心的想法 好像这样也不行 不如这样吧 所以现在所谓的 我刚才说的 不再以平台作为优先考虑 而以他的能力作为优先考虑 什么叫能力呢 就是说我现在要加油机 其实就像你以前中医執药 你和執药的大夫说 我现在要医感冒 大夫说 没问题 你有什么症状 我每一样症状给你 他執药的时候 就是执现时 他们已经有的技术 比如说你通讯的平台的界面 你的指挥界面 你的人员培训界面 就变成了 他下面那层Layer 就全部一模一样 而上面那层Layer 你想用这些技术 做到什么出来 就让厂商自己去发挥 嗯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大家现在电脑用的USB 介面 即是海军定义了整套界面 你所有东西都要插在这个界面 至于你怎样插 怎样用 里面有什么功能 你自己发挥 嗯 不过都存在 即是不同的军工始终 即是他们用 即是有时就手的 例如他们的Language Software 那些东西 看看他们有没有机会 大家在进行的统终 会做得更好 那一看海军 即是在OFRA的制式里面 有几大规范 令他们慢慢做到 在公共通的情况下 会做得更好 这件事我们现在来看 好像是很理所当然 因为大家所有用的商业产品 你的iPhone 你的电脑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 早就在用这种方式去做事 你所有东西 收拾时 你都是收拾已经有的 共通界面 大家是谈过的 那你就不用担心 我买个webcam 我说这件事 又不知道插在哪个口 好像USB也插不到 USB-C也插不到 这件事就自然没有人要 但以前军工发展 是这样的 因为每间厂商 是各自厂商自己的interface 现在海军班兽头 终于发觉 原来这样不行 因为这样会有大量的研发时间 但是耗费了 那真是看 军工这班头 像我们平时看商业巨头 最后都是谈到制式的规模 令大家都方便 大女生产大家都便宜一点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 我们说一下 现在有几款的无人机 未来都应该是大放异彩的 比如说这个MQ8 这些 就是被LCS大飞用 Larry兄 我们最近刚刚做了 LCS自由级停产 是吗 是啊 停的了 因为它好像是一个厂商要关门的 那他们的坏主意 就是想把厂商 建在Cost Guard附近 那一起了一个船 就被Cost Guard用 Cost Guard好像都不是很购买 它们都不是很购买 是啊 而且它那套系统 只是它那套系统 只是它那套系统 可以用的 你训练了这批人 是它很专业的 问题是它转不到其他专业 所以是很麻烦的 但是现在看到的 大家这些未来的无人机 比如说MQ8B MQ8C 甚至有反潜系统 这些都已经开始 这些容易做法 就是它的界面是通用的 Software 那些后勤维护维修 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好处就是 你训练出来的人员 你的作战人员 你学会一套系统之后 就像你学会用Windows 那样 其他APP 在上面转移 没有问题的 你照用的 很多东西是共通的 甚至我们说的MQ25A Stainray 加油机 这些都是共通的 当然我们上一集说过的 这个 飞天一路柴 这个VBAT 现时测试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它整套系统 海军上手非常非常快 所以Marine是很喜欢用这架 之前Marine是用Loki Martin 这架Stalker 就是来到处偵察 找这个IED 在阿富汗那边 他们都在试用这个VBAT 很喜欢这架 因为它是易用 和界面 和海军通用的界面 是很相似的 所以对 这些未来发展来说 都一定要是这样的 基本上海军做的就是 我写一套Windows 界定你的APP 应该怎么做 你们自己去玩 某程度也解释了 我之前那几十年 美国军部 为什么发展这么慢呢 其实坦白说 他们不太知道 未来应该怎么打仗 他们现在唯一 一样可以做的就是 设定好你的SPAC 然后找一些 民间的商业机构 为你们自己发挥 我搞不定 因为很多时候出来的 我上集说过 那些无人机的飞行 的参数 他们自己都下了一大跳 他们想不到 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有时候我觉得 反而是民间的厂商 还带一些新思维 给他们 例如你说VBAT 猜不到 原来可以这样起飞 可以垂直 是不是很好玩呢 这个东西 寫得很漂亮 比如说 我们要设定这个 独卫应该怎么做 接着就要去看看 如何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接着就要去发展 这些全部都是废话 我当然没有说 大家再看看这幅图 最好笑 就是美国海军的发展部 究竟应该 如何去发展这些东西 但是呢 说完了整堆 我都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其实我觉得 Larry Hink 可以三句话 总结完 就是他们以后的设计系统 一定要很厉害 很厉害 总之就很厉害 很快生产 功能很多 然后很容易用 总之就是这样 因为你只看文字 你不会知道他想说什么 你读完 你都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其实是 是 他们骗军费的重点就是 给你一个很漂亮的图片 接着就不告诉你 实际是怎么用的 我觉得好像social science 的同学 说完理论来说什么 这也是一个好的例子 比如说 naval operation architecture 整个架构怎么做呢 我们有Network 有Infrastructure 有Data 整堆东西 接着下面就有 快速的測試 哇 是不是很厉害 一来Develop 接着就測試 接着就要试验 接着就Approve了 搞定 如果不行就回头 你看完之后 你觉得 你吃饭好像也是这样 你确定要吃饭之后 接着你选一个餐馆 你就要吃 吃完餐之后 好吃 赞不好吃 就嘟他 对 好吃 你就在点个赞 不好吃 你就交叉他 再不是给小点提示 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 那你为什么要搞这么漂亮的PPT 来骗军费 你可以解释一下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份东西是公开的 所以他不想被人抄 所以他说得有这么大路 得这么大路 都完全不是他们想怎么打仗 究竟 要不就是保密 要不就是他也是弃了 但是他也是弃了 我觉得是交功课 随便给国会看就算 反正国会大人是不是都会罵人 不过 在这份报告里面 我们刚才看过很重要的是 他以后的愿景有多少无人平台 这件事是另外吃惊的 就是他的数量和繁多 其实真的很繁多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他 美国军工的实力 民间的实力究竟在哪里 就是这里 这里他标出来的就是他的实验基地 他的艦队的集中地 以及他所谓的这些民间的商业机构 支援机构的分布究竟在哪里 这张图 如果你想用核弹打美国海军的能力 你照着这张图打的 很准备的 东西岸 大家看到洛福克 San Diego San Diego San Diego LA 因为很多无人机公司在LA 原来 因为这边也是雷神 其他的公司在这边都很集中 都应该 商业发展的地方 这个就是美国军工的实力 大家看这张图就看到了 不过华士华沙文卿 现在炸中国也是几个点 其实也是沿海的几个大城市 你炸了上海就可以了 你炸了上海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炸了上海就可以了 马上玩完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最后 其实我们之前说到 就是有关这个无人的直升机 就是无人化 其实还有一件事 是买个关子 就是 就是我们的神与神 为什么经常说神与神呢 因为很简单 不好意思 让我弄一张图 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 就是美国现在海军用的最多直升机 Larry Hink 都知道是哪间公司 是 Sikorsky Sikorsky Black Hawk 他们叫Seah Hawk Sikorsky 现在在做最大的一件事 叫做Matrix System 是 都不算全无人化 不是全自动化 而是 他们叫Optional Pilot 就是你的Pilot 是可有可无的 意思是什么呢 第一 它整个Cockpit 现在已经是可以做到 全电全飞鸿 什么叫全电全飞鸿 不是大家还有一个操纵杆 在发来发去 而是整个操纵杆 都可以不要 它的Cockpit 是可以做到 你好像坐进Tesla的车 只有一个屏幕 哇 这个很棒 也好像我们之前说 Tesla 它的Dragon 上面 就是Touchbone 是的 当然 它现在还有Collective 以及它的控制杆 大家都知道 直升机本身是很高的控制杆 现在当然有 因为在测试 但是它现在可以做到 已经是机师 用iPad按两个按针 A到B 自己起飞 自己飞 哇 那果然真的可以有可无 是啊 大家现在就知道 Sikorsky做这件事 对美国海军有多重要 这个系统 测试成功之后 美国海军现时 所有MH-60R MH-60S 的海鹰直升机 全部配套之后 你的后勤问题 就解决了 你按一粒按针 那一粒 你今天要送的 即是买Amazon 也好 就自己飞过旁边的DDG 或者航母自己降落 就完成了 哇 整件事很科幻 像看Star Wars 是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神与神一直在留意的方向 大家以后都多点留意 这件事就是 以后的世界打仗 其实真正的神族降临 整堆都是无人机天上飞来飞去 接着无人机 还要再放无人机 再放无人机 再放无人机 再放导弹 导弹里面可能又有一件无人机 好多 好像俄罗斯的套蛙 一件一件一件飞去 很有趣 一个套蛙 所以无人机 无人机再射无人机 这个科技 大家看到无人机的功能 除了攻击 偵察等等 其实还有很多 灾具等等 不同的发展 我们在其他截数 如果未来还有一些发展 或者我们可能是focus 说一两截的位置 我们会再和大家做一些专题 大家敬请期待 我们的神与神这个project 是的 大家都知道 未来真是无人机的时代 所以大家从小开始打机 是有用的 因为以后所有界面 可能都是你的Xbox 或者是你PS5的Joystick 都是那些东西来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军方都从善如流 就是用这些民间商用的 好用的interface 来作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Laritan 我们这几节 海陆空都说了一下 无人机现有 和未来发展 以后这些问题 都会越来越多 是的 那我们就这一节来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feedback 记得在下面留言 有时候你可以下面说下 有什么无人机的趋势 或者消息 你可以把铃铛给我们 那我们都会为大家 搜寻一下 刮一下那些料 然后跟大家逐个分析 那三明星差不多了 那我们这一节来到这里 我们这个都叫一个小专题 都说了三四节 希望大家听了过瘾 以后有机会我们都会 继续做这些专题 我们希望就是用整个 总体来看这些发展 而不是每次都只是给大家 一些新闻 这里收拾点 那里收拾点 又要看这幅图 大家看看现时美国海军 有多少事情在搞 是的 空军的材料不是很多 陆军就试验它的 非天一路柴 以后都会越来越多这些东西 是的 好 那我们这一节来到这里 好 多谢大家